最近呢,一本书火了,叫做《风情不摇晃》,这咋回事啊,这本书呢,被共青团中央的官号给批了,啊,具体就是说什么呢,啊,共青团中央的官号就是说,哎,这上面呢,啊,说大谈跟毒贩,啊,谈恋爱,好像这女的,是吧,哎,宣扬不正确的价值观了,然后呢,我跟大家具体讲一讲这个事怎么回事啊,昨天呢,有朋友找到我,就说司令,你赶紧说一说这个事啊,官号把这个书批了,啊,说这个书怎么怎么着,然后呢,又发给我一些 一些片段啊,什么的,然后我就大概看了一下啊,那具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啊,这本书讲的大概意思啊,就是说,这个一个女生啊,然后她的男朋友呢,被毒贩给杀害了,对不对,被毒贩杀害了以后呢,她呢,可能是,也很愤怒,也很伤心,后来呢,就是可能是想给男朋友报仇,也不是想干啥,反正是后来就跟那个毒贩认识了,啊,然后认识了以后呢,那我猜测的剧情啊,是不是他就使用美人计要报仇啊,那这确实是, 不太合适啊,结果不是,是什么呢,是她呢,就爱上了这个毒贩,她就觉得这个毒贩很好,啊,虽然说她是个毒贩呢,但是她是不得已才做的毒贩,啊,她这个,啊,干这种杀人越货的事啊,都是不得已,然后呢,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,啊,她的父母呢,啊,从很小的时候,啊,就没有了,对不对,哎,从小过这么苦的生活,啊,那有,不是有说那句话吗, 没吃他人苦,没劝他人善,然后呢,哎,这个毒贩最终走上了不归路,但是呢,她心里的人性没有泯灭啊,啊,还给村里的孩子,是吧,哎,这个,这个盖房子呀,还资助了村里的好多穷孩子,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,说的未见准对啊,这都是别人给我发的,哎,我呢,就想说一说这个事, 因为,大家知道我是当过小编的,啊,小书,啊,里面呢,有很多的这个,我还有很多小编的群,啊,你确实是有一些朋友就说,这个书啊,你讲实话,张思零,这种书啊,不就是讲人性的复杂性吗,啊,在美国就肯定要上,或者是怎么怎么着,这一期啊,我就专门来说一说现在这种不良之风,啊,说一说我的这个看法,啊,在美国让不让上,啊,我们都知道,中国是一个对毒贩毒品零容忍的国家,对吗,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零容忍的东西,那毒贩在我的眼中呢,跟恐怖分子差不多,啊,就没区别,啊,或者说是,对吧,哎,咱们把这个本书换到美国,啊,我这么说,你看能不能上啊,有这么一个白人姑娘,啊,或者黑人姑娘,或者拉丁裔的姑娘,或者华人姑娘,无所谓是谁,啊,她的男朋友呢,被恐怖分子杀了,啊,当了她的面,然后呢,这个白人姑娘呢,啊,就跟那恐怖分子因此结识了,啊,然后呢,这恐怖分子呢,就, 觉得这个白人姑娘很好,啊,这个白人姑娘,觉得这个恐怖分子很好,啊,她为什么去当恐怖分子呢,因为家里没钱,啊,因为家里这个,从小很苦,父母双亡,对不对,哎,但是呢,这个人心不坏,啊,他只是说误入了歧途,啊,虽然说他们这个,这团人是坏的,但这个人啊,他是有人性的,对吧,哎,你看他呢,他还给这个村里的孩子呢,这个,这个提供资助,啊,他发财了以后呢,还给村里搞基建,啊,还给村里盖学校, 所以说这个人,他人性没泯面,啊,然后这个白人姑娘,爱上了这个恐怖分子,啊,觉得这个恐怖分子不错,我告诉你啊,你要在美国敢写这么一本书,你要出版了,啊,反正警察是不会来找你的,啊,是吧,哎,也不会有出版机关来找你,FBI就上门了,啊,FBI就上门了,就把你给拘了,拘了以后呢,就开始查查,啊,因为美国对反恐这个东西是零容忍的,你知道吧,就查查,哎,你是不是, 有什么企图啊,啊,你想干嘛啊,你是不是要煽动什么东西啊,等FBI完事以后,调查完以后嘛,啊,你觉得没事了,啊,然后会有另外一个部门找到你啊,你觉得是警察吧,你觉得是法院吧,还还不是啊,啊,FBI完了以后,还有另外一个部门,叫做国土安全部,啊,这个部门呢,比FBI和CIA可能,我个人认为还要厉害点,啊,就上门了,上门以后呢,就把你给整走了,啊,至于你能不能回来呢,我就不知道了,或者你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制裁,这咱就不清楚了, 啊,但是最差最差的结果,就算你回来了,这本书估计大概率可能也黄了,然后你整个的这个人生也会很灰暗,所有的公司跟你解约,啊,这些都会发生,因为美国呢,对,啊,恐怖分子是零容忍,啊,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,啊,说法,所以说你告诉我,这类的书在美国能不能上,但是你要非说美国对,啊,这个毒的这个态度,是吧,啊,你如果换成毒,那确实在美国有,现在的美国有可能,但你要, 我知道美国,他是,原来他是坚决打击毒品的,后来他是进不住了,他没办法,他搞成现在这么一套,我只是跟你讲,在相同语境下,啊,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会怎么样,就是美国对于这种事也是零容忍的,你不能因为这个人,我换句话来说,啊,只要是人,不能这个人再坏,客观上来讲,他就是有人性的,但是呢,你不能因为一个人,他仅存的人性,啊,他做了这种事,你就替他去洗白, 对吧,你这叫,你这叫不讲武德,叫我说这本书啊,就在我看来,是有很强的这个白左的这种情强在里面的,白左不就是这样吗,对不对,他是恐怖分子,他是,他是好人啊,对吧,你不要看他们,是吧,他杀了人,他,他这个,他有人权,你,你,你,应该给他一些权利,对不对,你,你不要看这个星星把,把,把,把人给拍死了,他是动物啊,对吧, 你不要看这个,这个,这个人,他是吧,他在外面兴风作浪,但他有母亲啊,我们应该用爱去感化他,我们应该用爱去感化这个社会,你跟我说,这,这书传达的核心价值观是不是这个思想, 我的看法好像是这种思想,因为我知道,我在这个圈里混过,很多的这个作者呀,小编呀,包括这个,确实,白左思想的人比较多,啊,这个倒不是因为什么西方的宣传或者怎么样啊,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学文科的人啊,这个文艺工作者啊,确实是他有的时候啊,就,过去有那么一句话嘛,叫做,秀才造反三年不成,这句话其实,核心意思,不是说,秀才有用或者没用,但是确实也没用啊, 不是说有用或者没用,主要就是讲的,这帮人优如寡断,这帮人爱心,爱心泛滥,你知道吧,哎,这帮人窝囊废,说的就是这个意思,所以说在这个行里啊,出这些人是很多很多很多的,所以说有这种书,我是一点不奇怪,我只是说,有些朋友来找我,就说,哎,那这个东西就是,你看,就不是,就是说,就被批了啊,在美国就不会有事儿,我告诉你在美国会不会有事儿,就参照我刚才说的那个,你看看在美国出这个有没有事儿,可能结果更言,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,有些点你是不能碰的,你踩雷了,就会出大问题,你明白吧,而且呢,美国呢,抓这些恐怖分子什么的,连恐怖分子关的监狱都跟其他的监狱不一样, 啊,这个,这个监狱都不在美国本土,这个监狱在哪呢,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,在古巴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,其实是有一小块美国的租界地,啊,那个租界地呢,就是一个监狱,叫做关塔纳摩,啊,这个大家喜欢军事和政治的朋友都知道啊,就是关塔纳摩监狱,这个是用来专门关恐怖分子的啊,你明白吗,哎,恐怖分子的待遇都跟正常人不一样,所以说,我个人觉得啊, 毒贩虽然说他不叫恐怖分子,但他等同于恐怖分子,你要知道,如果你要这样洗白,什么东西都能洗白,那确实是很多恐怖分子,在他们自己的国家,是吧,他也,他也给当地这个村里,他们的那些基本盘,要去修公路,是吧,去修桥梁,去盖学校,他也确实干这样的事啊,你不能因为这就把他洗白了啊,对不对,你包括这种,你除了这个以外呢,还有很多的这,这,这,这个东西啊,包括有说什么父母双亡,是吧,哎,呃, 事情侮辱歧途,你告诉我哪个好人,去,去干这一行,是,是不侮辱歧途,是吧,你,你比如说,有人说,啊,是吧,你,你干这行侮辱歧途,那,那我反过来问问你啊,一个父母双全,生活幸福,朋友有爱,家里有钱,啊,从小接受良好交易的人会去干这一行吗,他肯定不会啊,你不能因为你侮辱歧途了,你就去报复社会吧,然后你就干这样的事,就害更多的人,然后最后你说,啊,你这个东西,啊,是,是,是,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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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着啊, 这个东西是因为他可怜,当然不对了,对不对,哎,很多人说,那,那这个东西啊,是吧,你们就是小题大作,我告诉你讲,他出版了,他就不是小题大作,因为你是要让别人看的,你是有传播性的,这就是我一再说的,书本也好,自媒体也好,大家都是传媒,这就是我,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说,大家做节目要负责,要认真,咱哪怕说圈话,水视频,咱也不能胡说八道,因为你天然的, 让很多人看到,就会把很多人煽动起来,就会把很多人,当成傻子在骗,就会让很多人洗脑,对不对,哎,就会让很多人以为你是爱国的,最后你在美国买别墅,啊,那实际上就是这样吗,我一再说啊,不论是自媒体也好,书本也好,这种东西,煽动性,传播性,都是有的,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,不要胡说八道,你别在一个地方说一圈话,最后把观众当傻子骗,真的不好, 你知道吧,这就是我想表达的,所以说我个人觉得,这本书被批一点问题都没有,就该批,你毒贩都能洗白了,还有什么人不能洗白,我就问问你,对吧,所以我就说,这个东西啊,不要有些朋友天天一动不动,就觉得好像是,啊,所谓的,出版自由就是什么都能发,出版自由,还是那句话,你在美国发一本恐怖分子小说,你就,就那么写, 你只要没人找你麻烦,那我觉得就没问题,你可以试一试,啊,很刺激的,可以试一试,啊,行,那这一期聊到这儿啊,多了咱也不说了,啊,以后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再跟大家聊吧,这期聊着,大家拜拜